紅著臉一度說不出話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台上情緒崩潰 在我參選台北市長的初期 我的父親極力的反對 他說我在228失去的父親 我不要以後再失去兒子 同樣身為228受難家屬 柯文哲想起父親的痛和祖父的委屈 悲憤和傷痛隨著眼淚潰提 曾經說228世界不一定要追究真凶的言論 引發爭議 柯文哲也趁這個場合再次說明 當然真相要知道 但是也不用說一定要去追究那些真凶 有時候出一種循環 怕會陷入一種循環報復 站在身邊的柯爸 柯媽和太太陳佩琪 情緒也十分低落 柯文哲在致辭時 更在台下頻頻逝淚 而百感焦急的 恐怕還有在台下的馬總統 接下來請228受難者 首位點位升職 柯文哲點頭向馬總統示意 就連總統離場 逐一向在場來賓握手 柯文哲都冷漠回應 或許是情緒太沉重 柯文哲雖然也想哭過 然後放下 但還是不能自己 從這以來在公開場合 最悲痛崩潰的一次 也表現出對國民黨難以言喻的 歷史情仇 記者網絡劇還原SNS小組採訪報導